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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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 来点 您都做好的 快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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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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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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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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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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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三 这 这咋 咋事啊 这是俩贼 偷牛的 贼 这 这好事这是啊 这 咱哪抓的 那边 萝卜地 啥 萝卜地 他爹 坐着干啥 快吃饭呀 不吃了 我吃萝卜 你这个人你 你说说 他去哪抓自己不好 偏偏跑到咱们地里来 快别叨叨嘞 那种这萝卜 不是为了多挣点钱吗 那谁挣养 娘 咱家萝卜地怎么了 大人的事小儿别管啊 不行 明天我找他们去 你找谁去 人家那是抓小偷抓贼呢 人家这叫知情公物 你找谁 有用啊 他抓小偷不假 可是他踩我萝卜干啥 我那是新闷着萝卜 好不容易托人买的 不 都让他们 白白给祸喊嘞 行了 行了 赶紧吃饭 我就不息子了 你先喝水啊 原来那块萝卜地 就是你的呀 如果不是那块 刚浇完水的萝卜地 那俩贼呀 说不定就窗到村子里去了 那样的话 我们要抓他们就太难了 那你们踩回了我的萝卜 咋办呢 你的萝卜 你怎么称呼啊 我姓孙 叫孙根生 孙根生 这个事吧 得到你们村里去 好好说一说 你这属于好人好事啊 得好好宣传宣传 现在像你这样无私奉献的 就得宣传 我不想宣传 也不想无私奉献 我辛辛苦苦种的萝卜 让你们给采回了多一半 宣传啥宣传 不是 那你想怎么样啊 我这不 来吧 你们来了嘛 小焦 您把他签两个案子 好好核查一下 好 来 怎么回事 昨天抓那几个通牛贼 把人家孙根生的家萝卜地 踩坏了一点 这个是我们宣传员 有什么事 跟他说就行了 坐下 坐下 那个 孙根生 您先坐吧 这样吧 你啊 你先回去 我呢明天给你写一篇报道 到线报上一登 线报上如果能登啊 你就露大脸了你知道吗 不发表也不露脸 就我这老脸了 露啥脸呢 又不找媳妇来 再说都这个季节了 我那块地种啥都晚了 这 你的意思 你是想过来 要点赔偿是吧 那 如果这样的话 这事我就做不了主了 这事啊 得得报上去 领导批准了之后 然后才行 你看啊 我们所长 关注我送来任务 我还忙着呢 要不 要不您先回去 等领导批了之后您再来 要不 不是 你 不是 那您先回去吧 等我 等我报上 改天再来 改天再来 改天再来啊 我们就是审核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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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不送了啊 好 孙根生 我说根生啊 干吗呢 饭都做好了 赶紧回家吃饭吧 这个人 我说根生啊 你就是在这堆上一万年 那萝卜毁了也是毁了 赶紧回家吃饭 跟你说话的没听见呢 你说说 咱们着谁惹谁了 天天的又猪草又建苗 伺候得跟孩子一样 好花的萝卜 咋就给毁了呢 你这个人哪 就是认死理儿 那人家又不是平白无故产的 人家不是抓贼吗 抓贼 他抓贼 那我又不是贼 你臭萝卜干啥 那谁让咱摊上了不是 行了行了 不就半亩萝卜嘛 可认倒霉吧 那个理儿 你认 我不认 你这个杠子头 你咋就找不回弯呢 你 你不走是吧 你不走我走 别回家吃饭了 那个 你叫 我 我叫孙跟上 孙跟上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是 不是所长 那我那萝卜的事 你 你还没说咋办呢 是你萝卜重要啊 还是我们抓贼重要 不是 那 那话可不能这么说 抓贼是你们的工作 可我那萝卜 怎么没犯罪呀 所长 来电话了 局长的车马上就到 知道了 赶紧集合 所长 你这些花啊 明天 明天我给你答复 明啊 我还搞不大萝卜 全体都有 小心 立志 领导马上就要来了 走 精神点 局长 辛苦 辛苦啊 方 手怎么样了 好多了吧 好多了 抓几个偷牛贼 这就算维护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前一阵叫醒这个人啊 脚愣的 人心慌慌的 局长 还是您站得高 看这个 哪里啊 前段时间 你看 咱警察 立哥 怎么啥 怎么 怎么又呢 这啥 你解咱们的工作 这老百姓 不理解咱们的工作 冯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咱们就吃这晚饭的 干的就这行 老百姓不找咱找谁啊 你说呢 是是 局长 还是您说得对 局长 会场已经准备好了 咱们进屋吧 好 走 来 您行 大伙儿 进屋开会了 开会了 走走走 我说宋先生 你到底想干什么 所长 你还没个恶花呢 我看你真是个刺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明天过来 走走 所长 所长 局长等您开会呢 知道了 知道 话都说到这份上 你自己看着慢吧 我说跟上 这笑话你可闹大了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人家派出所在最后抓头牛的 就踩坏你几个萝卜 你看你 一连续往镇上跑上好几趟 还给人要什么 什么萝卜钱 拍嘴我倒是去了几趟 钱的事我可没提 你不需要钱 你一趟往那跑干什么 主任 那你去看看 都可碾成平地了 你问问魏芬 本来我们的萝卜打算留肿了 咱事倒是这么个事 咱农民呢 种菜种庄稼确实不容易 可人家那是派出所呀 警察抓小偷那是在执行工部 正如说全是我错了 那 那我们那帮我萝卜咋办 小警生啊 你还有理了你 你别耍小孩子皮好不好 你就不能做起来好好的想想 好好的定量定量 主任 他这个人就还算牛角尖了 你这脾气 我回去好好收拾他 您先忙啊 张好官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前几天拍了所 不是在那个孙女沟 都抓了几个偷牛贼吗 这事我知道 你看看这些警察 真被咱老百姓出了大害了 是 是出了害了 可是他们那个 采了我的萝卜了 啥 我的萝卜 这就是他们那个抓贼的时候 在我那萝卜地里抓到的 我半个头萝卜 全都毁了 那本来我那萝卜打算留肿的 你说人家警察做着工作 那多辛苦啊 人家为谁 可我那萝卜才也没犯罪 也没通通过问 你这不开玩笑吗 可你得这么想 警察抓贼 那可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是那个贼 他们跑到你的萝卜地里去了 不能因为他们进了你的萝卜地 那警察就不抓了 那我 我那萝卜踩了就本踩了 我 我都在谁呢 好 好 这事我知道了 明天呢 我下去了解了解 张法官 张法官你看看 你看看 我这个新闻种萝卜 叶脆 一碰就断 我 我这个明天准备留肿 我准备明天卖钱呢 你说你这这 张法官 张法官 我不想说别的 你拍的错抓贼呢没错 你踩烂这个萝卜呢 也不能算错 那可是这么一大片萝卜 你就是不赔偿我 你最起码得有说法吧 照你说 抓偷牛贼 得找个那个耍得开的地儿 那上戏台上得了 偷牛贼他干呢 农民不心疼地里种的东西 那不就忘本了吗 老冯 快坐快坐 我这手不方便 自己倒水啊 老冯啊 你可真是敬业 每次来 我都看你在办公室忙活 你看 手受伤了还这样 老张啊 你这可是在骂我冯上龙啊 我要是整天在办公室忙活 那我这派出所所长 那可就不称职了 不能这么说 你要在大街上忙活 你更不称职 你在办公室忙活 说明咱们镇啊 治安搞得好 对吧 老冯啊 那最后两个偷牛贼 也被你们抓住了 抓住了 能跑到哪儿去啊 我们都盯他们 那么长时间了 不过 这两口人啊 确实难缠 这一口气 蹿到孙家沟 这才给逮着 是 可我听说 人老百姓这萝卜地 也糟了痒了 别提这事 一提这事我就上乎 那个叫什么 孙根生 不就是采坏他几颗萝卜吗 你看他这没完没了的 你知道吗 那天那偷牛贼 手里可攥着刀呢 我们付出了什么 你看 我自己都受伤了 你话不能这么说 再说我了解了 他那萝卜还真是新品种 那丰收以后能卖不少钱呢 不是什么新品种啊 难道比公安的安稳还重要吗 你说着 我 你听我的 你呀主动上门给孙根生道个歉 问他呢有什么处理意见 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道什么歉啊 我犯什么错误了 没说你犯错误 我还告诉你 让我们陪孙根生的萝卜 然后再给他陪礼道歉 门都没有 你说那天啊 可吓死我了 那从无贼手里的刀子呀 这么长 一刀向那警察捅过去 我就吓得无气脸来了 你说这要是一刀平放 他不要命啊 没说 听说从来说去找排出所 让所长扶起来了 就喂那么几根萝卜 人警他抓人 他找地方 真是 这种东西啊 真是个骗鱼 就是 就是 桂芬 做饭了吗 吃吧 接下来还没做饭呢 什么呀 葵芬 归回来 有点烂烂烂 还不做饭呢 啥呢这是 谁惹你了 你惹我了 还真不拿火心 那不做饭你还有理呢 这饭我不做了 爱谁做谁做 孙萝卜 啥 你要我啥 啥 孙萝卜 啥 你不就认萝卜吗 你咋剥偶妮 为什么在家 对呀 闺女 你 你感冒了 感冒 感冒 你就知道感冒 你咋剥偶妮 为什么不参加碗自习 闺女 你这不是一碗自习吗 到这么早就回来了 妮儿是没脸去了 咋没脸去 不养她在这儿呢 你看看这啥 还不都是因为你 三番五次的跑卫派出所 丢人现眼的 弄得谁也不知道啊 人家说你啥你知道吗 说你这人太自私了 人家都说向英雄们学习 你倒好向人家索赔 你知不知道那孩子 都别人喊什么 孙萝卜 老张啊 你这不会又是路过我这儿吧 你呀 说对 今天找你还真有事啊 什么事 你说 就是孙家沟 孙庚城那个萝卜的事 你考虑了 他那片萝卜地我去看了 确实毁得非常厉害 你得换被思考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对了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是吧 你这张嘴啊 真不愧是张法官的嘴了 我算是服了 算了 他不就是想要几个钱吗 行 明天我就敲锣打鼓地 给他送过去 我就说了嘛 你冯所长那是有觉悟的人 早上慢走啊 明天别忘了 放心吧 忘不了 走了 根生 我今天啊 可是为你那萝卜的事来的 张法官 您可千万别再提那萝卜的事了 俺跟根生都商量好了 那萝卜啊 毁了就毁了吧 是吧 根生 是 是 张法官 俺想明白了 俺不找了 认了 你认了 派出所已经决定赔偿了 啥 赔偿 那钱俺不能要 张法官 你赶紧跟派出所说 那钱说啥俺也不能要 你看这是咋的 你看 派出所那头 我好不容易说通了 你看 你们这边又不要了 那你说 我来回跑个啥 张法官 其实我还是想要个啥 有事 这么说吧 根生 我本来还想把你历成明年 普法的典型呢 你看你倒缩回去了 要是派出所来送钱 这钱你一定得要 那不是萝卜的事 那是你个人的权利呀 冯所长说今天过来 也许这儿就到了 你们俩哪儿都别去 在家等着 这么着 我把大伙都张了来 咱们开个现场普法会 号召大伙 向根生学习 你们在家等着 我这儿就去张了 张法官 你看见了吧 这可不是我想要 这是张法官硬要我要的 你听听啊 还要竖立你典型呢 叶子弟 叶子弟 看呀你这 孙萝卜还当对了啊 那是 这描眉画眼的 又不是梳你当典型 你出卖啥呀 我还换一下 我说干上了 干上 干上 干啥呀 我觉得吧 这次你当这个典型 可能真当对了呢 再让以后 看谁敢说咱家 这大姑娘是孙萝卜 就是 就是 是吧 这么热啊 我去看看 乡亲们 一会儿啊 咱都去根生家 咱开个普法会 谁家娶媳妇了吗 这么热闹 没听说呀 还有多远啊 不远了 就在前面 好 麻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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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出左腿了 我冯正龙今天来咱们村 是专门给孙根生一家人道歉的 这前几天 这前几天 不是在咱们村 抓了几个偷牛贼吗 踩坏了孙根生家的萝卜 这三百块钱 是我们派出所 得给孙根生的萝卜钱 下面呢 我要亲自把这钱交给孙根生 孙根生 这钱你可拿好了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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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来 停下来 别吵了 停下来 停下来 别吵了 停下来 停下来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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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来得正好 这是孙根生的律师 送来的起诉书 他把咱县公安局给告了 这小子真起诉了 行 我知道了 我这小子不能够插起来 插起来 你怎么 跟上 这地怎么圈起来了 不要了 围住 这叫保护县长 小刘 跟所长急急忙忙出去了 你知道怎么了吗 你还不知道吧 孙根生的孙根生 把他排出所给告了 听说状子都送到法院去了 这事儿要闹大了 所长 肯定挨批了 你真有本事是不是 刚立了功 你的尾巴都撬上天了 你咋没想到 你自己的身份呢 这是咱警察做的事吗 讨论这么大的娄子 陪天到现在就算完了 这下可好了 到法庭上当被告了 到法庭上当被告了 老毛 你少喝两口吧 不就挨了局长两句说吗 至于吗 这事儿全怪你 我怎么劝你你都不听 你说说 我这辛辛苦苦为了谁啊 你知道吗 那天那个偷牛贼 手里可攥着刀呢 差一点都扎到我身上 你说我们这拼了命地抓偷牛贼 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咱老百姓啊 这可倒好啊 这出了力 流了血 这反过来 还让人家给告下了 我怎么都想勿开 这道个事啊 也怪你们两个杠头子 都撞得一块了 你知道吗 这还要让我向他赔礼道歉 你说 你说我这招心惹谁啊 老房你这个弯子 还是没撞过来 不是 你说你 咱们都是农民的儿子 多少年呢不中庄稼了 要令你和这庄稼的感情 咱还真就没有农民身 可怎么说他们这份感情 咱起码得理解呢 可我那是执行公务啊 我知道你是执行公务 可孙根生的要求过分吗 他不单单是也要那几个钱 他就是要讨个说法 咱们平时总埋怨农民缺少法律意识 给咱们的断案呢 造成了这样那样的困难 可现在农民有法律意识了 咱们自己呢 反而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 老房 记住这次教训他 三哥 这事准吧 信你哥的吧 没错 这孙根生把派出所是彻底得罪了 现在甭说别的 咱把他们家房给拆了 派出所也不会管了 哥 那咱现在就干 夜长蒙多 干 甭生 甭生 快起来快起来 快点看一看呀 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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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早 你 甭生 大清早 这甭生 甭生 甭生 快点看看 趙家洋不见了 那昨晚你 你没插门啊 不是 你插的不是最后 是什么 坏了 坏了 我 我去找崔主任 找崔主任干啥呀 赶紧报案去呀 两只大羊不是小数目啊 打 打 打大话 快 咋了你跟她说呀 咋说 跟她咋说咋说 你要不 你说吧 你这个人啥都干不了你 不对呀 这 你一头脑脑子干嘛我说呀 我不说 就不真 你要 你要不说 那羊找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了 我也不就是那个人 不他 我他去我他 上号 上号了 110 有 有 这 路 路 路小心点啊 去的跟人家警察好好说啊 您别着急啊 慢慢说 按早晨起来一看呀 这羊连里全空了 两只山羊都不见了 而且啊 那门也被人给踹开了 所以啊 觉得那羊肯定是被人给偷了 你是哪个村的 孙家沟的 孙家沟 你叫什么呀 张桂芬 张 桂 不好意思啊 我这群众深入得不够 你说女人的名字我对不上号 你男人叫什么呀 叫 孙更生 谁 孙更生 你是孙更生他媳妇 小刘 把这文件处理一下 来 来 孙更生他们家羊被人偷了 这怎么回事 所长 孙家沟 孙更生他们家羊让贼给偷了 派媳妇过来办案呢 你说这贼可真有眼的劲啊 他谁家羊不偷 他偷孙更生他们家羊 笑什么笑 群众的东西丢了你们还高兴啊 你们还是一名人民警察嘛 都听着啊 马上联 立场追啥 是 你拿着那衣服干啥 起来 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 滚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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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干啥呀 你这大声你说说 那又啥小孩皮呀 这类子没法过了 找谁过 找谁过 你说啥呀这是 是不是派出警察欺负你了 人家没欺负 人家欺负矮一个老百姓干啥呀 再也说了 你那么能耐 接着个找律师 没有找法官的 人家谁敢欺负矮呀 你过去 快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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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根深哥 听说你家那羊被偷了 你报案吗 人拍人所管吗 别胡说 根深哥 忙儿找羊呢 没事找 根深 咋 看我笑回来了 羊我不要来 你们走赶紧走 真深 你这是怎么了 我们今天来是出现场的 啥 你家羊不是丢了吗 我们过来看看现场 好 走吧 带我们回去看看 哈喽 你去去家 快快快 打了哥 这不玩好好的吗 打屁 赶紧的 快 快点 先生 咋 这次万一抓偷羊贼的时候 他再跑到你们家萝卜店 那我们怎么办 你要是不想破案呢 你就回去 想我不要了 就算你不想要 我也得履行我的职责 走吧 走 跟车 роз 追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找少 witch 好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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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上 你咋坐这儿了 我从你家里来 没人 贵分了 她回娘家了 女人嘛 事多 听你说的 大男子主义 杨丢了 老婆也跑了 现在 那俩还得败大脸了 我这到底做错啥了吗 叫呐 之声啊 你没做错啥 来来来 上来 找你有事了 来 先生啊 快走吧 张老师 你找我干啥呀 你干啥 你自己看吧 这 这咋是 这杨老自己跑回来了 除了警察 谁还能帮你把杨找回来 警察 就咱派出所人的警察 除了他们 你还认识别的警察 可是 这昨天他们来的时候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你怎么知道 人家不是来破案的 都是人 你把人家告了 还挨了局长的批 你的羊丢了 人有帮你找 人来的时候 他得对你赔个笑脸 那你这个要求也太高了 那 那倒是 那倒是 根生啊 人想到个人的利益 真没有错 可有的时候呢 也得为对方着想 郑老官 要照这么说呀 这萝卜的事 就算了 我就不提了 算了 你这话又不对 咋不提还不对了 你这个官司还得打 不打了 不打了 再打你又没法做人 那不行 你要这么说 这官司更得打 咱得让村民知道 我们就应该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我这张法官呢 您就别害我了 我媳妇已经跑了 现在村里人天天戳我几两股 你说警察又帮我找回来养 我再跟人家 根生啊 你怎么总想你自己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不单单是你打这个官司 是吧 这 房子让人咋说呀 你放心 他已经想通了 想通了 那 我再想想 再想想 霓儿 霓儿 来来来 娘 你来了 娘 来来 这是姥姥给你送的水果 家里最近咋样了 娘 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可想你了 你快回家吧 别管了啊 这次娘啊 非得把你爹那个倔脾气 给拧过来 娘 那个张法官又去咱们家了 我说啥 你说打什么官司呀 会得几根萝卜 没完没了的 娘 我该去给老师送作乐器了 好好好 快走吧 走吧 别晚了啊 我去 您说说你 来看孩子 咱俩一块来看多好 你还偷偷摸摸的 你去去 你跑啥呀你 跑啥跑啊 对了 媳妇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咱家那个羊啊 被派村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可不 谁偷的 你看看 有事 媳妇 你不在的时候 可怕人家俩苦坏了 羊都回来了 你回家吧 我不回去了 除非你不再提那萝卜的事了 不提了 保证不提 真不提了 不提了 我都问了 上了法庭根本不用咱说话 那律师就是 啥 还打官司 被告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尊敬的审判长 尊敬的审判长 那天我们是在执行公务 毁坏了孙根生家的萝卜 当时也是无法避免的 即使是这样 就毁坏群众东西 一定要赔 这一点呢 我当时想不通 后来 经过法庭的审理 和局领导的批评帮助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此 我向孙根生同志 致以诚挚的歉意 现在 法庭已经做出公正的判决 我们执行法庭判决 一会儿 我会将三百块钱交给法庭 再由法庭转交给孙根生同志 我会将三百块钱交给孙根生同志 沈门长 我的申数完了 好 速箭 速箭 原告 下面请你做最后申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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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事呢 就俺说啥好呢 俺这个人吧 后人死理 俺这个毛病呢 连老婆都嫌 就是 叫啥小子 可是今天上了法庭呢 俺才知道俺人叫敢于主张个人权利 俺就觉得吧 被平白无故的毁了萝卜 想要个说法 今天法庭呢 给俺来一个说法 俺就满意了 至于这三百块钱呢 俺不能要 如果派出所非得给呢 俺就委托法庭 把这三百块钱 捐给县里的建议勇为基金会 用于奖励那些敢于和偷牛雷 剁造争的人 冯所长 你原谅俺那个坠脾气 以后呢 再有抓偷牛雷的事 你交上俺 跟你一起干 不过呢 最好躲啊那萝卜地 全体起立 这不就了 不就了不就了 回家吧 娘 你回家吧 爹做饭太难吃了 这孩子 你当着这么多人 你说 娘 冯所长 我说 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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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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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